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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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要甜甜的味道 我要香香的泡泡 不要陷陷的眼泪 我要星星都闪耀 我有情欢的梦想 穿越时空到处跑 衣服鞋子多的数不尽 古装时候要配套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女孩没烦恼 笑语了 新歌糟 没有什么大不了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女孩的逍遥 天晴了 空气中 都是成长的味道 我最爱的故事 再有不安 我无法清之外 生日夜的搞笑 而二夜的故事 咱们更多 我无法招待 我无法追求 我无法回答 我无法追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孩子已经见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 拿去护城河那里释放 皇阿娘 怎么走得这么快啊 下不去了 皇儿啊 皇儿 大嘴 那边好像有人在喊皇儿 皇儿 除了皇太后会这样喊皇上之外 还会有人敢这样喊吗 难道听错了 肯定听错了 皇太后又怎么会在树上面呢 人呢 叫我们去拿东西怎么一转头就全走完了 今天吃哪种鲜鱼好呢 对不起啊 皇阿娘 是儿臣一时大意 儿臣这次补偿您 带您玩玩新玩意儿 玩木马 这只旋转木马是一个西洋使节送来的 很好玩的 黄阿娘您坐上去吧 嗯 就像平时骑真马那么骑就行了 黄阿娘 黄阿娘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骑马的 驾驾驾 驾驾 快跑啊 跑啊 驾驾 驾驾驾 怎么不动啊 没吃饭吧 驾驾 快跑啊 跑啊 驾驾驾 皇上累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 快跑啊 也好 我的鸭子呢 威臣下皇上皇太后请安 你们俩来做什么 不可以打扰皇上和皇太后的 放心 我们又不是刺客 我们也是想来骑木马的 不过皇太后喜欢玩 那就继续玩啊 可以看见皇太后玩 微臣就已经很满足了 你喜欢就好了 朕想出去一阵 两位爱卿就帮着朕看着皇太后了 皇阿娘 她们先陪着您玩 儿臣很快就回来 可是 皇上 等等被指 不要让她停了 大侍郎 偷钱 皇太后 您不玩了 都没人陪我 玩什么都没意思 微臣可以把大熊猫陪皇太后年玩的 外人陪 跟自己的子女陪是不一样的 说起来啊 不如在皇宫搞个模范亲子比赛吧 皇宫真的可需要这种活动 来增进亲子间的感情啊 是 微臣遵旨 哇 你们在玩什么呀 哇 这个西洋玩具好漂亮啊 这又不能吃的 我要拿这份奖品 我要参加比赛 嘿嘿 这个是什么字啊 我也不认识 不过我想 应该是 什么子 难道是包子 我说是报纸 哦 哦 报纸的纸也不是这个字 这两个是亲子 就是父母和子女的意思 爹娘斗子女 我一定斗不过我阿娘 哦 我想是比比哪对亲子漂亮 或者哪对比较相似 说到相似我肯定赢 哦 那来 你为什么慌不须扮大人呢 连你也认不出这个不是我 这是我阿妈呀 哦 很厉害吗 也有很多人说 我和阿爹很像 我觉得你越来越像男人一样粗鲁了 哼 不和你说 你们这是在说什么呀 我们想参加这个比赛 赢这份奖品 不过 又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比赛 亲子比赛 一个要父母和子女一起参加的比赛咯 除了比相似之外 当然 还要比行为举止 神态语气 和对互相的认识哦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比啊 学我啦 你学我就对了 那你学我不一样吗 嘿 我堂堂一个大将军 学这些事情成何体统 我堂堂一个女儿家 要做这些事情 不是更不像话了吗 学功夫可以强身健体 学一太可以保持优美 你阿爹我这么豪迈硬朗 你不学得和我一样 怎么会赢呢 那我这么优雅 阿爹你不学我 我们又怎么可能会有妇女像呢 又说你迁就我 我迁就你 阿爹你都不疼肉肉的 欸 好了好了 我迁就你好了 好啊 我还没说完 我是说先迁就你 为了赢得这个比赛 只是我学你是不够的 你一会儿也要学功夫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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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好啊 ?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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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华伦 爹地 不在坊间里玩夕阳玩具吗 你很少会等爹地回来的 我是在等爹地你温习吗 怎么我要考试吗 我们报名参加了亲子比赛 要多点练习才行 我这里预备了些题目 要爹地你来温习 我说华伦少爷 老爷刚刚才回来 晚饭还没吃呢 不如晚点再温习吧 爹地一边吃一边温习就行了 你知道我的英文这么好 爹地你不多温习一下 我们怎么能像模范夫子呢 不过老爷他经常下西洋 英文没理由比不上你啊 啊好了好了 不用说了 想赢当然就要辛苦点了嘛 不要紧的 反正没什么事 我就一边吃饭 一边跟他做题目吧 这样才乖嘛 爹地来吃鸡 鸡的英文是chicken 我知道 你跟我说十字才可以 还要做着动作帮助记忆 chicken 还要做动作 爹地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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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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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阿玛 你的头枪好厉害啊 是吗 你等着 等朕开一个厉害的香蕉球给你 皇上 好像是不是应该阻止格格他继续在这里猝居的呀 对呀 思思 你不要再胡闹了 你知不知道在这里踢球很危险 黄阿玛 你头枪那么好 不如你陪我参加那个比赛 迎套玩具回来一起玩呢 都说不行了 皇上哪有时间参加这种比赛呀 而且万一输了 颜面何存 黄阿玛的颜面很重要吗 会重要过思思吗 这个 要皇上学格格就有诗威也 让格格学皇上不就行了 朕想到了 如果思思你学到朕的气派和风度 朕就考虑参加比赛 好啊 那什么叫气派和风度呀 参见皇上 思思 你先回去吧 各位亲家 平身 又在搞什么呀 原来格格和皇上也打算参加亲子比赛了 谁啊 皇阿玛 这样是不是叫气派和风度呀 格格格学皇上样样样学的都像 唯独只有手指有点不妥 哪里不妥啊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 怎么会把手指放在嘴边呢 不是的 不是的 思思他这样是很可爱的 不过朕是皇上 这样放着手指在嘴边就不是很好了 怎么思思思有这样吗 可是思思都没有发觉哦 我想朕应该能改的 格格 习惯这种事不是那么容易改的 好了 思思 那你先回去练习一下 改掉习惯再来叫朕陪你参赛了 我知道了 好了 仲卿家 有什么奏章要给朕看啊 皇上 微臣有一份有关建动物园的奏章 华卿家 你怎么了 没 没事 可能我最近太累了 爹地 听说你跌倒了 哦 放心 没什么事的 爹地已经温习过了 你来问我吧 good 那我来问问你 猫的英文是什么 猫的英文是cat 又不记得了 还要做动作的 cat 爹地 我们这样会输的 cat 要做动作 来 爹地 你的手没事吧 爹地 其实 你 连以后都不能动了 都说没事了 你看 爹地还可以走的 博士说我是因为太累了 精神不够才跌倒的 只要休息一下 要不了多久就会好的 都是我不好 爹地 你做事已经很辛苦了 我还逼你温习 华伦 你这么想赢这场比赛 爹地又怎么可以不配合你呢 来吧 这个怎么读 rabbit 哎呀 爹地真的是跳不起来了 不要再温习了 爹地 你休息一下 爹地不努力练习 我们就做不到模范父子 这样就会输掉比赛的 输就输了 有什么会比爹地更重要的 不如我帮你捶背吧 真的是好舒服啊 话说回来你好像有很久没给爹地捶背了 是从来都没有捶过才对 不是 你小时候每天都帮我捶背的 是吗 那时候你让我趴下来让你捶背 其实你只是想我和你玩齐牛牛的游戏 爹地有帮过牛牛吗 不只是牛 我还绊过猫啊狗啊 双双 你的伏父好厉害呀 阿爹是大侠 我就做女侠 两父女一起闯那个什么湖 那个不是湖 是江湖 是那些懂功夫的人活动的领域 你不懂就不要乱讲 那个江湖在什么地方 我还是继续煮饭吧 你这样练法 不怕手臂练粗吗 我想赢啊 对了 你和华大人的英文练习得怎么样了 Daddy受伤了 我们这几日没有温习 都在聊天 我想多半都是会输的了 不过Daddy说要有体育精神 不会放弃的 那不就剩柔柔和纳兰真奖品了 那你呢 火箭舞状元的阿娘 我在她身边 不能参加比赛 会很惨的 所以我就退出陪她咯 我都没说过自己很惨啊 可是我觉得你很惨嘛 说真的 其实一切都是因为我这根手指 你的手指受伤了吗 又没有流血啊 我知道 你肯定是想 不是啊 是我感觉到姐姐把手指放在嘴边的习惯 好 我不可怕我参加比赛啊 你说什么 我是说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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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好 今日这个比赛将会有三队选手参加 分三个回合 首两个回合胜出者各有一分 第三回合为问答题 每答中一题就有一分 总分最高的一对选手将会得到这份 出自名将指手的处居玩具一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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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你们这群小孩子挖什么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 比赛刺了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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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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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合 哪能负此胜 第二回合 考才艺举止 喂 你们肚子饿了吗 我们今天要给人的才艺是 吃饭 嗯 大家好 我们表演的菜艺是说英文 Chicken Soup Chicken Soup 我们都是团队Chicken Soup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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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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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 风将军很柔柔色 好啊 最后一个回合 这个回合考子女对父亲的了解 我每问一个问题 你们就分别将答案写在纸上再举起来 如果父亲和子女的答案一样 就会得到一分 答错倒扣一分 如此类推 第一条你们父亲最喜欢什么颜色呢 第二条 请问你们父亲小时候叫什么人名 有结果了 有结果了 大嘴 你用不用这么紧张啊 经过三个回合比赛之后 大蓝伏子五分是负二十分 周两伏独于十五分 华伦父子有二十分 结果是华伦和华大人胜出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赢了 疼啊 对不起啊 爹爹 不要紧 有请黄太后为我们颁奖 华伦 华大人 恭喜啊 多谢黄太后 好谢黄太后 好谢黄太后 那个玩心好漂亮啊 我也想玩啊 我知道他可不可以接我玩呢 大家请请请 黄太后有事想和大家讲 黄太后你请 各位小朋友 大家是不是很羡慕华家两父子呢 有没有发觉自己成品想着自己玩 做自己的事 有没有真真正正的关心过自己的爹娘呢 其实他们能够赢得这个比赛 是因为华伦会抽时间陪华尔兹大人 做不到模范亲子其实并不重要 抽红说出话了解大家喜欢些什么 这样才可以算得上是孝顺的子女啊 说得好 说得好啊 皇上 黄太后这番话好像是在对你讲的 原来黄阿娘做这么多事 就是为了告诉儿臣 怎么这么久啊 是啊 爹地他要赶着下西洋呢 没事 我们再等等吧 黄太后你放心 爹地今天答应了陪你玩就一定会做到的 神世卫 是你说 里面只有皇上和皇上后两个人的 可是你说过 每人只可以连续玩两次的 怎么会这么久啊 皇上是有苦衷的 你们进去看看就明白了 皇上为了表现孝道 坚持要亲自陪皇太后玩 连旋转木马都说要亲自推 你们明白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了 皇上好不好玩啊 好玩啊 不过皇儿你也辛苦了 不如先休息一下吧 一点都不辛苦 儿臣想到和您玩一个游戏 这样是不是更好玩呢 哈哈哈哈哈哈 甜心爱Q题 答案 有什么东西 新的和旧的是一样的价值 答案不就是钱咯 哈哈 聪明的小朋友 你一定猜到了吧 可以堅持 很惹 你让我们跳舞 正在上 一样的弦站 和旧的转眼 祝 Nick 也宅 有什么 人的转眼 有什么 我都玩意 不许 rested 再沒煩惱 心態好好 哈 轉眼間快長大了 哈 想念每個人的微笑 感情分了 比天高 千萬萬千我們都跨過鳥 多麼驕傲 等下那 故事有明明瞭繪的那個情侶好高 手牽手別走掉 手不走到 唱進這首歌謠 這個天性格的漂皮 卻又不是可愛的回答 總愛說說想想 這首歌謠道 鼓音 鼓音